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说过我们这个结构它会受到一个静的载重 活的载重 那也有这个地震力 那当然也有风力这样子 不过以台湾来讲的话 地震力往往是主导了设计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专有名词 第一个的话是设计地震力 英文叫Design Seismic Force 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个地震力大小把它决定下来这样 那我们就要决定这个设计地震力这样子 那这个设计地震力跟一些因子有一些关系这样子 譬如说这个用途系数 用途系数英文叫Importance Factor 那就是说因为建筑物的那个用途不一样 很可能它的用途系数就不一样 那就会影响到设计地震力的大小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个是起始降浮地震力放大系数 那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那个地震力是个弹性的那个地震力 那它究竟放大多少倍 它才会变成是个降浮的地震力 那这个系数就叫做起始降浮地震力放大系数 那英文呢就First Uniting Seismic Force Amplification Factor 那再来的话是有一个叫结构系统地震力折减系数 那这个结构系统因为我们很可能是因为不同的那个系统 它有不同的韧性 那不同韧性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那个地震力折减系数 那我们说叫做Sesmic Force Reduction Factor for Structural System 那是这个这个地震力的折减啊是因为这个结构的系统 那这个结构系统不一样韧性很可能就不一样 那他们那么那个地震力的折减系数呢也会不一样这样 然后再来是韧性容量 那韧性容量呢叫Ductility Capacity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的那个变形的能力这样 然后再来是容许的韧性容量 那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很可能它用韧性容量是蛮大的 但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说把韧性全部用尽 所以我们就有个允许的那个韧性容量这样 那英文呢叫Allowable Ductility Capacity 那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呢 第二至三式 然后呢有这个设计地震力的一个公式这样子 那这个V呢就是这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那因为我们的规范呢是一个minimum requirement 所以呢这个设计地震力呢也是个最小 那当你在设计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提高也可以的 但是呢不能够低于啊这个最小的那个值这样子 那这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呢 那为什么叫行力呢 因为我们现在关心呢是地震引起的水平的力量 或者说侧向的那个力量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叫做行力这样子 那在这个地震作用之下呢 每个楼层会有这个地震力 那我们把所有的那个地震力加总 那所以说它叫做总行力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它是这个水平的力量 侧向的力量 所以它叫做行力 然后再来的话它是一个总的行力 那因为啊它这个我们把每个楼层啊 它这个收到的那个地震力啊 把它叠加起来 说是这个总行力这样 那我们用V来这个表示这样 那这个V跟什么有关系呢 这个跟I有关系 那这个I呢就是用途系数了 那这个用途系数的大小 就直接影响到这个设计地震力的大小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SAD 那SAD呢就是说在这个公子 设计水平加速度的反应系数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它坐落在哪里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构的那个周期 那我们都知道说它在地震作用之下 或者说设计地震之下 它的那个加速度的反应 那这个加速度反应的话 就会跟它的那个地震力的大小有关系 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说加速度越大 那么惯性力就越大 那惯性力越大的话 那地震力也会越大这样 然后再来是W 那这个W是建筑物全部的那个进载重 就是包括每个楼层这样 或者说我们就可以说 从这个基面以上建筑物的那个全部的那个进载重 那这个就是W这样 那一样这个W就是结构的那个重量 那这个重量越高 那就是惯性力就越大 那越大的话地震力就会越大这样 然后再来是AlphaY AlphaY呢就是起始降伏地震力的一个放大系数 那我们说过了 因为这个地震力呢是一个弹性的那个设计地震力 然后呢它很可能要放大AlphaY倍之后啊 它才会变成一个降伏的那个地震力 那这个AlphaY啊就是起始降伏地震力的一个放大系数这样 然后再来是FU 那FU呢就是结构系统的那个地震力折减系数 那它是跟韧性有关系 那如果说结构的变形能力越好 那这个FU就会越大 那这个对这个地震力的折减啊就会越多这样 好那我们回头啊再看这个V啊 这个V呢是I除上1.4AlphaY SAD除上FU 然后呢做个M这个小M呢就是Modification 做一些修正 然后这个乘上这个W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V呢跟什么有关系呢 这个I是正比的跟I是乘正比 那就是说这个用途系数越大 然后这个设计地震力就会越大了 然后呢再来是跟SAD乘个正比的关系 那如果说SAD越大 那是代表说在这个设计地震之下 结构的加速度反应越大 那加速度反应越大 然后那个惯性力就越大 那惯性力越大的话 地震力就会越大这样 然后再来是跟W有关系 正比的关系 那这个W呢就是结构的那个重量 那这个结构重量越大 那当然的话惯性力越大 然后地震力就会越大这样 然后跟FU乘个反比的关系 那就是说如果结构的变形能力越大 那就是这个FU越大 然后这个V呢就会变小 然后再来跟αY也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弹性的地震力 到这个降伏地震力 然后他们的那个倍率越高的话 那我们这个设计地震力就会变小这样 那再来这边呢再来说一下这个1.4 那待会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这样 那基本上这个1.4的话 就是说我们从弹性地震到这个降伏的地震力 我们乘上这个αY倍这样 那我们再乘上1.4倍 那它才会变成是个极限的那个地震力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1.4是这样来的 好那我们现在一步步讲这样 那因为这个设计地震力呢跟I有关系 那这个I呢是这个用途系数这样 那这个I呢有三种可能性 那应用可能的话就是I等于1.5 然后再来是1.25 再来是1.0这样 那什么说I等于1.5呢 就是包括有两类的建筑物这样子 那第一类的建筑物 就是地震灾害发生之后 它要维持它的机能的 比如说像医院 像这个政府的厅室 它在地震发生之后 它要救灾用的 或许说它这个需要这个 这个帮忙这个灾民这样 所以呢这个是属于第一类的那个建筑物这样 然后这种建筑物呢 它的I呢就是1.5 那1.5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啊 比一般的建筑物多了50% 然后第二类建筑物的话就是说 这种建筑物它储存有一些有毒性的 或许有爆炸性的 这个危险物品的 那么这种呢就是第二类的建筑物这样 然后这个第二类的建筑物的话也是一样 它的I是等于1.5 那一样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呢 是比一般建筑物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啊 多了50%这样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这个第三类建筑物 那第三类建筑物啊 这个建筑物呢是给公众使用的 那就是说如果它发生这个危险啊 或者说它崩塌的话 会造成了大量的那个人员的伤亡了 那这种建筑物呢这个I呢就等于1.25 那就是说公众使用的那个建筑物啊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啊 是一般的那个建筑物啊 多了25%这样 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说 如果它不属于第一类 不属于第二类 不属于第三类 那么它就是第四类 那第四类啊 I就等于1.0这样子 那就是说 这种第四类的建筑物呢 那就是说它地震发生之后 这种建筑物不需要它的机能拿来救灾用的 不是这种建筑物 它也没有储存啊 有毒啊 或是爆炸性危险物品的建筑物 也不是这样 然后它也不是呢给这个公众使用的 那么它就属于第四类的那个建筑物这样 那么I就等于1.0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呢 就不需要这个放大这样 那这些资料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第2.8节啊 这个有这个资讯这样 那大家也可以查查看这样子 好这边举个例子啊 那就是我们有个民宅 那就跟我们上个单元是一样的 它是坐落在这个花莲县啊 这个瑞穗乡 那跟玉里断层呢 那个水平距离在2公里以内 它是属于第一类的那个地盘这样子 那现在要找它的用途系数I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个民宅 所以它不是第一类 那就是说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它不需要负起这个救灾的那个责任者 那它也不是第二类 因为它没有储存一些危险的物品 它也不是第三类 因为它是个民宅 所以呢 它不应不是啊 供公众使用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属于第四类的那个建筑物了这样 那因为它是一般的建筑物 它的用途系数呢 I就等于1.0 那就是说它的地震力啊 并不需要放大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个 这个设计地震里面啊 这个I找到了这样 我们要找这个设计地震力 我们要知道I 这个I这个部分呢 找到了这样 然后跟着的话 我们看这个SAD 那SAD呢 就是公子的那个设计水平 普加速度系数这样子 那这个SAD呢 是没有单位的 那后组中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单位 就是重力加速度 因为它就是多少倍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上个单元已经有讲过了 那这个SAD呢 分成这个四段 然后呢第一段的话是0到0.2的T0D 那么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然后第二段的话是0.2的T0D 到1倍的那个T0D 然后呢它是个平台段 是SDS这样 然后第三段的话是T0D 到2.5倍的那个T0D 然后呢它是个成个反比的 那个递减的那个段这样子 跟那个结构的振动周期 成个反比的那个关系这样 然后第四段呢 它也是个长速段 它等于说这个设计地震 或者说设计普加速度 一个下限段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说0到0.2T0D 它是个直线上升的 那0.2T0D到T0D呢 它是个平台段这样 然后这个T0D到2.5倍的T0D呢 它是以这个反比啊 跟这个结构振动周期啊 一个反比的关系递减的这样 然后大于2.5倍的T0D呢 它就是个下限段这样 然后它就是0.4倍的SDS这样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呢 这个横轴呢就是T 看到这张图 这个横轴是T 然后这个T呢 就是建筑物的基本振动周期 然后它的单位呢就是秒这样 然后纵轴呢 就是它的那个加速度反应谱系数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边要再说明一下说 建筑物的那个阻尼比啊 它是固定的 这个定值 然后它就是5%这样子 那如果说 只要我们知道结构的振动周期 那我们用这个公式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AD找到这样 好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明宅了 这个明宅 那这个明宅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说R14等于1.0 然后这个它是坐落在花莲线 然后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两层楼 然后呢总高是6公尺 那每层楼呢是3公尺这样 那现在呢要找这个公子的设计水平 加速度反应系数 那就是SAD这样 然后因为这个明宅啊 它是一个钢构架 然后呢它也没有这个 这个非结构的钢性的强 那它也没有减力强 然后呢所以呢 它也没有一些家境的构材 所以它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啊 我们就可以用经验公式来算这样 那这个T呢就等于0.07 HN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这个HN的话就是这个建筑物啊 它那个高度啊 就是说从G面算起 算到这个屋顶 然后它的高度是多少这样 那这个高度是6公尺这样 那我们就是0.07乘上6的四分之三次方 那我们得到的单位呢就是秒了 就是0.268秒这样 那这个结构的振动周期就要找到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要找结构的振动周期呢 因为我们要找这个结构的那个SAD的时候啊 就是它的那个普加速反应系数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结构的周期 我们才知道说它是坐落在 落在这个SAD的哪一段 是这个直线上升段呢 还是这个常速段呢 还是这个反比递减段呢 还是一个这个下限段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从上个单元啊 我们知道这个SDS就是1.136 SD1呢是0.711 那目前来讲啊我们也知道 那I呢是1.0 然后T呢是等于0.268秒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SDS跟这个SD1 那我们把这个SD1啊除以这个SDS 那我们就得到0.626秒这样 那0.626秒 那就是这个T0D了 那我们再看结构的那个振动周期呢 是0.268秒 那么它是介于0.2T0D 到这个T0D之间这样子 那介于这个0.2T0D到这个T0D之间的话 所以它的SAD啊就等于SDS 就等于1.136这样 所以我们就找到啊 这个结构的 这个水平加速度反应谱的系数呢 就是1.136这样 我们就可以找到SAD啊 就是1.136这样 那就是说在这个设计地震之下 那结构的反应就是1.136倍的重力加速度这样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I找到1.0 SAD也找到了1.136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这样 好这个从我们这个整个那个结构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每个楼层的那个重量 每个楼层的重量这样 那我们这个二楼的重量 是79.10噸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就按时计算这样 所以我们算的时候 你可能先算它楼板的重量 再算它的梁的重量 再算柱子的重量 再算一些粉刷层等等的 或者说隔间墙等等的那个重量这样 那我们算出来那二楼的重量是79.1噸这样 那顶楼的重量呢 是WRF 就等于66.95噸这样 那这个建筑物全部的那个进载重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二楼的重量 加上这个顶楼的重量 那加起来的话就是146.05噸F这样子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结构的全部进载重 就是它的W 这个W呢就是我们把二楼的重量 加上顶楼的重量 最后呢就等到146.05噸F这样 所以呢我们这个要算这个V 我们找到I了 我们找到SAD了 我们也要找到W了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这样子 然后呢再来我们就要找AlphaY了这样 那AlphaY是怎么来呢 就是说在这个设计地震之下呢 这个结构是在弹性范围内的 那我们要把它放大这个AlphaY倍的时候呢 这个构造啊才会开始啊 就一个断面产生这个降幅这样 那这个AlphaY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设计地震 要放大多少倍 那这样啊才是啊这个降幅的那个地震这样 那这个AlphaY呢跟你这个设计的方法 还有载重组合的形式是有关系这样 那举个例子 那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它的那个寄震率的载重因子 如果说我们是取1.0的话 那这个AlphaY就是1.0这样 那这个啊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的2.9节里面啊 有一个叙述这样 那各位呢也可以去查一下规范这样 那我们在这张图呢 我们就会看到啊 这个横轴呢就是Delta 就是结构的位移 那这个位移很可能是屋顶的位移这样 就是弹性 所谓弹性的话就是说 这个当地震结束的时候 它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它没有一些什么 这个裂缝破坏等等这样 那么这是弹性这样子 那当这个位移越来越大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外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降伏了 那降伏到某种程度呢 它就会要到达一个极限了 就它力量没办法再大下去了 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耐震最高 能够耐到这种这个地震力这样 没办法再大下去这样 所以呢我们这个曲线啊 会发现说刚开始其实要直线 然后呢再来的话它就降伏了 再来这个斜率呢 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 到达它的极限的时候呢 它的斜率或说它的近度 就比较近度是0的这样子 就没有近度这样 那说说我们在这边呢 有几个那个这个位移 一个的话是delta y star 那delta y star就是在接点的时候 在这个位移的时候 这个结构产生第一个断面的降伏了 第一个断面产生降伏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有个delta y 那这个delta y跟这个delta y star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我们把原来是个曲线的 我们把它画成是个完美的弹塑性这样 那完美弹塑性这个转角 那这个位移呢我们叫delta y 我们就视为啊这个降伏的位移这样 好那如果说这个这个结构的变形越来越大 说说受到地震率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到达一个极限的那个地震率了 那极限的地震率对应下来呢 就是它的那个极限的位移这样 然后这个图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图C2之一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然后这个图呢就说明了这个结构的位移 那这个位移很高是屋顶的位移 跟这个地震率或者说跟它的基底简利啊一个关系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pd呢就是我们的设计位设计地震率 py呢就是我们的降伏地震率 这个pu呢就是我们的极限的那个地震率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py除上这个pd就等于alpha y 就说我这个设计的地震率啊要放大几倍 只要乘上几倍的时候呢它才会变成是个降伏的那个地震率这样 那再来说我们这个pu除上这个py呢是等于1.4这样 那这个1.4是怎么来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材料从这个降伏到极限 它会有一个factor有个因子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因为我们的结构呢 并不是每根构建都同时达到降伏的 很可能第一根先降伏 然后再来第二根再来第三根再来第四根这样 依序在降伏这样 然后它的力量呢就会慢慢的上升这样子 那上升到这个极限这样 所以这个pu除上py就等于1.4 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从我们从这个降伏地震率 到这个极限地震率的一个比例这样子 然后这个pu乘上py等于1.4 这个1.4怎么来呢 一个因为它的材料 材料这个从这个降伏到这个极限 它有个比值 然后再来从它的最余度 因为结构啊 这个对建筑结构来讲 它不是单根构建 它有些最余度 那最余度越大的话 它就能够这个力量再重新分配 分配之后呢 它的极限的地震率还会继续增加这样 它的地震率就会继续增加 一直到它到达这个极限的那个地震率这样 好那我们就这个与这个明载啊为例这样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I找到了1.0 SAD也找到了1.136 W也找到了146.05噸F这样 那跟着我们要找这个AlphaY这样 那我们刚刚说过这个AlphaY跟我们设计的地震率 还有它的载重因子 地震率的载重因子 怎么取有关系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钢筋混凝图构造 那我们设定的那个设计地震率呢 我们的地震率的载重因子啊 取这个1.0了嘛 那么它这个起始降伏地震率放大细数啊 我们这个AlphaY就定为1.0这样子 好跟着我们要找这个结构系统地震率折减系数FU FU这样 那这个FU呢 它是跟那个结构的振动周期有关系 然后呢 它跟这个坐落在这个振动周期在哪里 它会有这个不一样的那个情况这样 然后再来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这个RA有关系 这个RA呢 就是允许的韧性容量这样 所以这个地震率折减系数啊 这个FU呢 跟两个有关系 一个是结构的振动周期 Key 然后还有这个结构的允许的韧性容量 RA 这两个有关系 那我们再看这个FU呢 这个FU呢 基本上也可以分成四段 然后呢 第一段的话 它是个直线的段 就是从0到0.2T0D 就是结构的振动周期啊 从0到0.2T0D 那么这个FU呢 是个直线段这样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说这个结构的振动周期 是在介于0.2T0D到0.6T0D 那么它就是个常数段这样子 然后再来说 如果说它是到0.6到1倍的那个T0D 然后它又是个直线段这样 然后当这个T大于这个T0D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常数 常数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FU FU 那我们先看说这个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这个振动周期越长的话 那么它这个地震力折减係数啊 FU就越大 然后呢 这个设计地震力的折减啊 就越多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说这个周期啊 T 非常非常短 那就说我们把它设为0好了 这个T设为0好了 那这个T设为0呢 这个根号这个2RA-1 跟这个根号2RA-1 然后呢 它就会消掉 然后呢 就剩下1了这样子 那剩下1的话 那就说 如果当这个结构的振动周期很短的时候 结构是非常刚硬 那就说很可能这个结构是有韧性的 但是它的韧性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这样 所以 因为它的韧性没办法发挥出来 这个地震力就没办法折减 这个FU啊 就非常接近1这样 那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FU就会等于1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极端了 当这个结构的振动周期很长 很长这样 那就是说结构是非常柔软 那非常柔软的话 那个地震力的折减系数呢 它是会等于FA 那就是说它的韧性可以 这个它的容许韧性啊 这个容许的韧性容量啊 可以充分的发挥 那么 它就可以 折减系数啊 就可以用RA 这个RA呢 就是容许的韧性容量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是看了那个结构的那个振动周期 那我们来看这个RA 那如果任性 容许的韧性容量越高的话 那结构的韧性好 那这个地震力啊 就会折减越大这样 那如果说结构的变形能力越好 这个FU就越大 然后地震力的折减呢 就会越多这样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极端呢 那如果说当这个RA等于1的时候 那结构没有韧性 然后呢 结构系统的韧性容量呢 FU就会等于1的 然后地震力那就不会折减这样 那我们来看说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RA 用1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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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个不管这个结构的振动周期T 落在哪一个区间 那这个FU啊 都是等于1 那如果说地震力是不需要折减 或者说没办法折减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说这个 这个FU啊 等于square root of 2RA-1 它是怎么来这样 那我们就觉得 如果说结构的振动周期 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 它是介于0.2T0D 到0.6T0D的时候呢 这个FU啊 就等于square root of 2RA-1 那这个是怎么来呢 那我们发现啊 这个经过这个数值的模拟 发现说在这个区间呢 它是满足啊 这个等能量 等能量的那个原则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张图 这样图呢 一条线呢 是红色的线 另外一条线呢 是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这样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两个结构 一个结构呢 是弹硕性的结构 一个结构呢 是这个弹性的那个结构 那如果说我们同时受到这个设计地震力 设计地震力 那弹硕性的结构呢 红色这条线呢 在delta y的时候呢 它就降伏了 降伏之后呢 因为它降伏之后 变形比较大 所以它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变形量呢 到ra倍的delta y这样 或许说我们这个极限的位移啊 就等于降伏位移啊 乘上这个ra倍 那这个ra呢 就是这个 允许的那个韧性容量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在这个设计地震之下 它一直保持弹性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说 它是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这样 就没有在 没有这个折线这样子 然后它的最大位移呢 我们叫它delta y这样子 delta y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两条 两个系统这样 红色呢 是弹硕性 所以它的最大力量呢 我们叫做vy 那这个蓝色的话是个弹性 那最大的力量呢 叫ve这样 那因为在这种周期之下 那我们这个视为这个短的周期这样 那我们发现啊 在这个设计地震之下 这个弹性的系统 跟这个弹硕性的系统 它们的能量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弹硕性的系统呢 它的能量呢 就是一个T型 T型的那个面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弹性的系统呢 它的能量呢 这是个三角形这样 是个三角形 那就是说T型的面积 红色线所包围的面积 等于三角形的面积这样 那我们说它是等能量这样 它的能量是相等这样 好 那如果能量相等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说 这个ve跟vy的比辞 或者说vy跟ve的那个比辞这样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比辞呢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做出来说 它究竟是一个怎么一个形式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呢 因为它是等能量 那如果说T型的面积 等于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我们这个T型呢 就是二分之vy vy就是它的高了 那我们再来是上底加下底 那上底的话就是RaΔy minusΔy 下底的话就是RaΔy 好 等于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底层高的 那它的高就是ve 那底层呢 就是Δ1这样 好 那跟着的话 我们经过整理之后 那我们把二分之一消掉 二分之一消掉 然后呢 这个 把这个Δy再消掉 那所以说我们就找到vy 除上这个ve 就等于两倍的Ra-1这样 那这个vy除上ve呢 就是等于这个Square root of 2Ra-1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Fu 就等于这个两倍的Ra-1 再取这个Square root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如果是这个结构是弹性 它的地震率就是ve了 如果这个结构是弹硕性的 那它的地震率就是vy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vy跟这个ve 这个vy就可以折减到这个Square root of 2Ra-1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Fu 是等于这个Square root of 2Ra-1 在这个震动周期的范围 所以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呢 是介于0.2T0D到这个0.6T0D之间这样 好再来算我们看这个长的周期 长的周期 那这个什么叫长周期呢 就是说当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啊 大于或等于这个T0D 那这个T0D就是我们这个长周期跟短周期的一个分界这样 那我们这个Fu就等于Ra 那这个Fu等Ra怎么来呢 那因为在这个长周期之下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弹硕性的结构 跟弹性的结构 它的位移是一样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了 横轴的是位移 然后呢 纵轴是这个力量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就是个弹硕性这样 所以呢 它在这个力量到达这个Vy的时候呢 它力量就没法再上升了这样 然后再来看这个蓝色的 蓝色的话 它是这个弹性的 所以呢 它这个力量是直线的那个上升这样子 那因为啊 这两个那个结构啊 它们的位移是一样的 位移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Ra乘上Delta Y呢 就是等于Delta 1这样 那我们就说 这个把它 这个左右两边 这个Delta 1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了V1 除上Delta Y 再乘上Delta Y 那我们这个Delta Y就可以消掉了 那消掉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V1除上VY 它的那个比值就是Ra 然后就说我这个VWire就能够比较小一点 就只要它是弹塑性的话 它的那个设计力 力量就可以小一些 那这个小到那个比例呢 跟这个弹性的那个比例呢 就是Ra倍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FU 会让用到这个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T 还有这个允许任性容量Ra 那我们看这个Ra怎么找这样 那这个Ra呢 会跟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类 哪类型的那个地盘有关系这样 那如果是这个123类地盘 这个Ra呢就等于1加上R减1 除以1.5那就等于Ra了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呢 1加上R减1除以2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允许任性容量这样 那这个R是什么呢 R就是结构系统的任性容量 这个R就是结构系统任性容量 那我们第一个看到说 这个Ra呢一定会比这个R小 那因为我们这个允许的值 说呢这个Ra一定比这个 它的那个容量小这样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会看到说 第二三类地盘啊 我们呢是把这个硕性的部分 R减1就是硕性的部分 那这个硕性的部分呢 这个乘以这个3分之2 那就是除以1.5 那就是说我们的硕性部分呢 可以用3分之2 那我们再看这个台北盆地 那台北盆地 R减1除以2 那就是说我们的硕性部分呢 只用了2分之1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待会会做一个说明这样 那这些公司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这个2支134 还有耐震设计规范 2支144 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各位呢也可以查查看这样子 好那因为啊 针对这个第一类 第二类第三类地盘的话 我们呢允许这个非弹性的位移 那就是说它的硕性的部分呢 可以用到3分之2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 1加上R减1除以1.5 那1.5呢就是这个 2分之3的 2分之3这样 好那如果针对台北盆地呢 那因为台北盆地它有那个盆地的效应 那往往这个同样的地震之下呢 它震动的时间会比较久 那这个反复的次数会比较多 那因为它震动时间比较久 反复的次数比较多 那这个地震反复的次数会比较多 所以呢我们允许它的那个硕性的部分啊 只能够用到2分之1这样 所以这个2就是这样来这样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那如果是第一 2还有三类地盘的话 这个RA就等于1加上R减1除以1.5 那就是说我们的硕性的部分呢 只用到3分之2这样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呢 这个RA equal to 1 plus R minus 1 divided by 2 那就是说这个硕性部分呢 只能够用到2分之1 那如果说非台北盆地 我们就可以用到3分之2 那台北盆地呢 因为有盆地的效应 我们就比较严苛 那硕性的部分呢我们只能够用到2分之1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R是怎么定义呢 那我们一样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横轴是位移 位移很可能就是屋顶的位移 然后重轴的话是这个地震力 或者说基底减力这样 那这个R呢就等于ΔU除上ΔY ΔU除上ΔY 那这个ΔU呢就是它的极限的位移 那这个ΔY呢就是降伏的位移 那在这边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ΔY不是它真正产生降伏的时候的那个位移 是因为我们呢把这个曲线啊 把力跟位移的曲线啊 把它简化为完美的那个弹缩性 那我们这个弹性跟缩性的那个交界点 这个位移就是ΔY这样 那我们有了R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看说它是属于第一类 第二类还是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就用这个公式找到它的允许韧性容量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找它的韧性容量 所谓韧性容量我们可以找到了 然后呢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那我们也可以用经验公式找到 那我们这个FU就可以出来这样 那跟着是R怎么找呢 R呢我们这个耐战设计规范里面的表1.3呢 有看说不同的那个构造 不同的那个系统结构系统 它有个列表这个R用多少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呢举一个例子 那如果说它是钢筋混凝土造的 任性抗弯具构架 那如果说它的抗地震力呢 主要是来自于量柱这个构架系统 而且呢这个量柱构架是符合韧性设计的 比如说它不会说这个简易破坏 比如说它不会这个接头的那个破坏 比如说它的那个弯钩的细节 钢筋的细节 搭接的细节 锚钉的细节 是符合啊我们这个耐震设计的 那么这个R就可以用4.8 那这个4.8表示什么呢 那就说它变形能力非常好 那就说它的极限的位移啊 跟这个弹性的跟那个硕性的位移啊 它的比值啊能够高到这个4.8这样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用的那个那个历史这样 那一样它是这个坐落在花莲线的锐翠箱 然后呢它跟玉里断层的那个水平距离啊 在两公里内 然后它是属于这个滴类的坚实的那个地盘这样 然后现在啊就是要求它的那个 地震力结构系统的那个地震力折显系数这样 好那我们就一步步来这样 第一个的话这个钢筋混凝土构造 韧性抗弯具构架 那就是说它没有再加一些其他东西来看弯具的 比如说它没有加鞋撑也没有加墙这样 然后呢再来这个钢筋的一些配金的细节啊 是符合这个耐震设计的 那么它的结构系统韧性容量呢 这个R就会等于4.8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R 那我们就可以算它的允许韧性容量R A RA呢就等于1 plus R minus 1 divided by 1.5 那因为它是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以这个例子来讲它是第一类地盘 所以呢它的那个硕性部分呢 是折减用到三分之二 那所以说我们就把它除以1.5这样 那我们经过计算呢这个R A呢就等于3.533这样 那我们就越来越接近呢我们会找到这个设计地盘 这样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I用途系数是1.0 W它的那个结构的那个重量 146.05吨 SAD也知道是1.136 Alpha Y也知道是1.0 那我们现在R A呢也知道是3.533这样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这样 好那跟着我们要找这个地震力折线系数F U F U这样 那我们要找这个F U呢我们要知道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要知道说这个R A 知道了我们是3.533我们刚才找到的 再来呢我们的基本震动周期也知道了 0.268秒 那我们是用经验公司找到 那我们有了这个周期 有了它的允许任性容量 我们就可以把它F U找到这样 那第一个的话因为这个F U呢分成这个四段 那我们看说以这个结构来讲 它是坐落在哪一段这样 那因为我们的T呢 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是0.268秒 那T0D呢就是说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分距呢 是0.626秒 那我们一看呢 原来它就是坐落啊 在啊介于啊这个0.2T0D到0.6T0D之间这样 所以这个F U呢就是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就是根号两倍的R A减一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2 times R A minus 1 divide minus 1再tix square root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 U找到 那这个F U呢就是0.463这样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几乎所有东西都找到 I找到是1.0 W找到146.05F F SAD找到1.136 Alpha Y找到1.0 F U找到0.463这样 那跟着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公式这样 那我们这个SAD除上F U之后啊 我们还要做一个Modification 做一些修正这样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修正 这个SAD除上F U这个值这样 那这个怎么修正呢 这个SAD除上F U怎么去修正它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修正的那个公式这样 那这个修正的公式我们先看两个极端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SAD除上F U 小于等于0.3这样 那么它就不需要修正 这个修正之后的 跟这个修正之前是一样的 那就等于没有修正这样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极端 那就说这个SAD除上F U 大于等于0.8的时候 那么它就要修正 就说我们把原来的SAD除上F U 把它打个7折这样 然后在这个0.3到0.8之间呢 那我们就做一个线性的内差 就把它一个直线把它连起来这样 那总的来说就是说 如果SAD除上F U很小 就小于0.3 那我们就不做修正 所以不做修正的话 修正之后的值跟修正之前的值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当这个SAD除上F U 比较大的时候 那就说大于等于0.8的时候 那我们要做一个折减 就打个7折 那就说修正后啊 是修正前的0.7倍这样 那如果说介于0.3到0.8之间呢 那我们就用一条直线把它连起来 那结果的话就是0.52 SAD除上F U 加上0.144这样 那我们的图就是这样 那这个横轴呢 就是SAD除上F U 还没有修正以前的 重轴呢 就是SAD除上F U 修正过之后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 当这个SAD除上F U 是等于0到0.3 介于0到0.3之间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SAD除上F U 小于0.3 所以它就是不做修正这样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红色的线这样 那这个红色的线呢 我们就发现它是个45度 它的写率是个45度的 那如果说修正前后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说 它就不做这个修正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 蓝色线的话 那就是说当这个SAD除上F U 大于0.8的时候 那大于0.8的时候 那它就是要打7折 打这个7折这样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SAD除上F U 等于0.8的时候 这个SAD除上F U modify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等于0.56了 那就说我们把0.8再乘以0.7的时候呢 那就是0.56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SAD除上F U 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打个7折的时候呢 它就是0.7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蓝色的线呢 是一条线 然后呢 这个红色的线呢 也是一条线这样 那只不过说红色的线呢 是不打折的 蓝色的线呢 是打了这个7折这样 那就说两个的写率呢 就不一样 那红色的线呢 写率是45度 1比1这样 那蓝色的线呢 就是0.7比1 那个写率会不一样这样 那我们再把 这个0.3到0.8之间呢 我们用一条直线把它连起来 那这个直线呢 就是绿色的线 然后呢 它的公式呢 我们刚也说过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修正呢 那我们看到说 如果是SAD除上F U 很小的时候 它不需要修正 那很大的时候 它才说 才需要做一个修正这样 那什么时候它会很大呢 很大的时候呢 那就是分子要大 分母要小 那什么时候分子要大 分母要小呢 那如果说一个结构物 然后呢 它的周期比较短 那比较短的话 那么水平的普加速度SAD呢 一般来讲会比较大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水平普加速度 系数啊 当这个周期越长的时候 它会越小这样 那当这个周期越短的时候呢 这个F U呢 也会越小 也会越小 那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SAD啊 除上F U啊 就会变大了 这样变大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 当这个基本的振动周期越短 那就是说结构的刚性越刚的时候呢 那结构跟这个土壤的那个护制的效应啊 就会越明显 那结构跟土壤的护制效应越明显呢 它的地震力呢 就会降下来这样 就会降下来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会啊 对这个SAD除上F U啊 我们就要做一个Modification 做一些修正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一样回到这个例子这样 到目前为止呢 那我们找到I 找到W 找到SAD 找到F U 找到Alpha Y这样 那我们现在把SAD除上F U 好 SAD除上F U 那我们看说需要 不需要 做一些Modification这样 那我们这个SAD呢 是1.136 F U呢 是等于2.463 一除 就变成是0.4612 那就是大于这个0.3 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Modification 然后小于0.8 那我们就借这个 在这个0.3跟0.8之间呢 我们有个修正的方程式这样 我们就是用0.52 乘上SAD除上F U 加上0.144 那我们就得到0.3838这样 那如果我们修 没有修正以前是0.4612 修正之后是0.3838 那就是说修正之后呢 它会变小 那变小就是说 它的那个涂氧结构的复制呢 那个效应呢就会比较高这样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结构里面 SAD除上F U大 大就代表说这个结构 是比较周期比较短 比较刚性的 然后再来的话 它这个地震的那个震度 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涂氧跟结构的复制 就效应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AD 跟这个F U的那个笔值 做一个Modification 好 我们归纳一下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I有了 W有了 SAD有了 F U有了 那我们这个SAD除上F U的Modification 也有了 Alpha Y也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带住这个公式 就可以算到它的设计地震率 或者叫它水平设计水平 最小设计水平总能力这样子 好 那这个V呢 就等于I 除上1.4 Alpha Y 然后呢 SAD除上F U Modify 然后再乘上W 那I呢 我们就用1.0带进去 1.4 照写 然后Alpha Y 我们用1.0再带进去 那这个SAD除上F U的Modification 那我们就是带这个0.3838进去 那这个W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0.274W 那就说这个地震率的大小究竟多大呢 它说是0.274倍的W 就是重量的0.274倍这样 那说重量的27倍 27倍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W带进去 这个W呢 是146.05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呢 我们就大概40个吨F这样 那就是说我的结构的重量呢 是146吨 那我这个地震率的大小呢 就是说有多少力量 水平的力量 驱动这个地震 驱动这个结构呢 那就是40吨这样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我们就把这个 怎么去找这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这个程序把它列出来这样 那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就从这个结构的用途 那我们就查耐震设计规范2.8 就得到它的用途系数这样 那这个用途系数呢 就看这个建筑物啊 它是属于第一类啊 第二类啊 第三类啊还是第四类 那如果是第一类第二类 那么这个I就是等于1.5了 第三类呢因为公共用使用的 I就等于1.25了 那如果是其他 那就说它也不是第一 也不是第二 也不是第三 那是属于第四类的 那么I呢就等于1.0这样 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二步了 然后第二步呢 是找这个SAD 那这个SAD怎么找呢 我们在上个单元呢有找到 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个SAD怎么找这样 那基本上呢 它是由公子的正区 然后它是属于哪个正区这样 然后公子跟断层的距离 还有它的那个地盘的分类 还有建筑物的基本正通周期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栋建筑物啊 它的那个水平加速度反应谱的系数 SAD 好那跟着我们就进入第三步了 那我们从这个建筑物的那个尺寸 还有它的那个隔间 或者说它的装房等等 未来的装房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建筑物啊 全部的那个进载中 那这个进载中呢 会包括这个梁构建 珠构建 板构建 墙构建 还有隔间墙 还有这个屋顶 驴儿墙 防水 隔热等等 那我们都会把这个重量 就归纳为啊 这个全部的那个进载中 这个double有量 那我们就进入到第四步了 那我们从这个建筑物究竟是要怎么设计 所以我们有它的那个设计方法 有它的构造 那有它的那个载中组合的那个形式 那我们就查规范的2.9节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起始强服地震力的放大系数 好放大系数 Alpha Y这样 那如果说以钢筋混凝土构造为例 那如果说它的那个地震力的那个载中因子 I是这个地震力的载中因子是1.0的话 那么这个Alpha Y就用1.0这样 好那我们跟着呢进入这个第五步了 那第五步呢要找这个FU FU呢就是地震结构系统的地震力折减系数这样 那要找这个FU呢我们要先知道RA 要先知道RA我们要先知道R 所以呢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1.13 那我们就按照它是储人拿这种结构系统的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那个韧性容量 那我们由它的韧性容量啊 还有它的地盘分类 看上它是1.23类地盘还是台北盆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允许韧性容量RA 那我们之前呢就可以已经找到 它的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 那我们有了允许韧性容量RA 还有基本震动周期T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规范的2-15式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结构系统地震力折减系数FU 这样 好那我们就继续进到这个第六部了 那我们有了SAD 有了FU 那我们就可以找这个SAD 除上这个FU的那个Modification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找到 I也找到 这个1.4也有了 AlphaY也有了 SAD除上FU 这个Modification也有 那结构的重量W也有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小的设计水平总行列找到 那这个V了这样 那我们这门课的那个参考文献呢 包括结构学的工程数学的课本 还有钢筋混凝土的学的课本 还有两本规范 那这两本规范 那这两本规范啊 包括建筑物的耐生设计规范 还有混凝土结构的那个设计规范 这个在营键署那边可以下载 还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 就是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 然后有这个上下车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到这边告一段了 谢谢大家拜拜